主流媒体操控者又在编织他们的幻觉了 手法依旧是故事里掺杂少量事实 他们非常老练 所以你们许多人看不清真相 使得人类只能深陷在是非难辨的谜局里 这些欺骗手段是如此高明 许多人甚至自我放弃 懒得花心思去辨别了 只希望保持在无知状态或继续妄想五地 听上去很耳熟吧 事情并不是像现在看上去的那样 所以你们必须站在中立的角度观察 由此才能获得最佳辨识力 他们在故意刺激你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降低你们的振动频率和经常 在你们星球上 那些穿着漂白的长袍 声称自己代表好人并为所有人服务的人 通常都会在背后干着最卑劣和最不可告人的事 他们这样做就是想让人类灵魂更加困惑和受伤 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给你们造成了间接损害和生命损失 但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 就目前形势而言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 大脚星委员会以及其他人不允许任何人使用这类性质的武器 一切相关技术都受到监控 一旦有人使用会立即遭解除 真实情况的确如此 凡是能对你们地球造成影响的事情 同样也会对宇宙中的所有生命产生影响 而盖亚现在不可能回到旧的时间线 因为这些时间线已经无限期地关闭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监督你们星球上的核能力 包括那些扰乱雷线和电磁网格的发电站 大脚星人和其他委员会经常对他们进行校正 那些核电厂工人已经发现了这种自我校正异常 直到今天对他们来说都无法解释 所以许多人现有重新获得他们真正的力量 有时创伤或促使必要变革发生的事件会引发冲击 激活通灵能力 在你们的世界里 有句俗话说需求是创造之母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世界中的混乱会为你们激活更多能力 使他们重新发挥作用 其中有许多能力你们并不了解 你们所说的混乱 有时是快速通道 帮助你们抵达不断加速的更高时间线 看看大流行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以及其后续影响 你们所说的五地 不过是集体真理的一小部分 而集体真理实际上是多维的 你们都在升级和扬升中 但你们所说的五地 不会放在一个金色的盘子里交给你们 或者通过你们所说的太阳闪耀 或类似事件让你们在眨眼间进入天国 新地基必须建造在肥沃和洁净的土地上 而不应建在旧地基之上 这样对于那些不想让监狱中的囚犯 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一体的人 无论他们是在地球上还是在银河系 都无法干涉 此时 即将迎来的太阳天气会越来越多 你们的身体升级也会更加频繁 一切都会像古人预测的那样精准到达 你们不是在接受新信息 而是要记住身体内存在的古老代码 多余大自然接触 多晒太阳 吸收代码 必要时可以做月光雨 每一轮新月的出现都会带来一块强大的 可以实现显化的白板 在每次新月时 写下你想要创造的一切 并把它说出来 你必须专注于你想要创造的世界 而不是那些正在崩溃的世界 创造就是这样开始的 为了增强你们的经常 请尽量少用平板电脑和设备 这些设备会影响并大量消耗你们的能量 如果你们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收看娱乐弹幕 那么就无法走进内在 并寻求当前所发生事情的答案 这些活动会让你们分心 尤其是那些关注主流媒体 并想对当前冲突一探究竟的人 受到的影响更大 接受无聊时的自己 正是在这些时候 你们的直觉和想象力会被激发出来 这时你们才能驾驭新时代 并为你们被误导的问题寻求真理 你们都做得很棒 别忘了开怀大笑和玩耍 笑有助于增强你们的免疫系统 而当权者此时此刻可不希望你们笑 有些人会返回委员会 主要是为了解除在地球上 这个物欲横流的物质世界中 接受到的编程 而大多数人会折返地球 继续完成你们正在承担的 令人不可思议的工作 轻松地看待这段时间 记住要和自己内在的小孩建立连接 去玩耍 对于那些快要精神崩溃的人来说 这会是你们的避难所和救命稻草 如果感到情绪不稳 就使用美来保持平衡 未来充满了奇迹 光是工作者早就在这里了 向内看 亲自去感受 只有你能看到内在 因为你是美丽的 你是至高无上的 你和曾经抵达这个星球的任何生命一样强大 远方和地球上的那些人真正害怕的是人心的力量 一旦这种力量提升至最佳的神圣创造力量 人类将势不可挡 然而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来自星星的兄弟姐妹们 小步慢走 你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 记得要大笑和玩耍 你们是一个扬升行星的先行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